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政府表示目前美朝都有意推动第二次峰会 韩方将积极做出协助 第四条新闻我们聚焦人类探阅工程 嫦娥四号探测器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26分 成功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并且随即展开了工作 嫦娥四号着陆器获取了月背影像图并传回了地面 这也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所拍摄到的第一张图片 开启了月球探测新篇章 经过约38万公里26天的漫长飞行 嫦娥四号1月3号进入距月面15公里的落月准备轨道 最终在反推发动机和着陆缓冲机的保驾护航下 一吨多重的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表面预选着陆区 嫦娥四号着陆区地形起伏达到6000米 是太阳系中已知最大的撞击坑之一 被认为对研究月球和太阳系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开了一个很好的好头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航天强国 我想这是我们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整个嫦娥四号这个任务里面最关键的一环 也是最后实现咱们落月实现后面巡视探测中的一个基础 下船的数据来看咱们落月的整个过程很正常 落月以后的姿态也很稳定符合咱们的预期 落月后通过雀桥中寄星的牵线搭桥 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 建立了定向天线高码速率连路 实现了月备和地面稳定通信的项目标 11点40分嫦娥四号的着陆器获取了月备形象图 并且传回地面 这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表面拍摄的第一张图片 嫦娥四号探测器之后将通过雀桥中寄星的中级通信 展开设备工作模式调整等工作 择机实施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嫦娥四号探测器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也展开了巡视勘探等各项探测研究 究竟嫦娥四号是如何运作的 通过图解了解一下 12月8号凌晨 嫦娥四号在西昌奔向月球 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探测 包括实现月机低频射电天文观测 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 月球背面巡视区浅层结构探测等 去旅行一定要带上相机去从未被踏足过的月球背面更不必说 嫦娥四号的着陆器上带有地形地貌相机 降落相机低频射电平谱仪等四台有效载荷和一台生物科普载荷 此外嫦娥四号的巡视器也既月球车 还将继承玉兔用于探测月球前表层结构的侧月雷达 以及分析月壤元素和矿物类型的红外成像光谱仪等有效载荷 对于落在月球表面没有任何通信信号的嫦娥四号来说 通信显得难上加难 飞鸽传输的任务就落到雀桥中继卫星的肩上 通过早先发射的雀桥中继卫星 实施与地面的通信信号接力 嫦娥四号才得以与地球保时联络 专家表示 因为没有别的探测器到过月球背面 所以不论是探地形还是探月壤成分 应该都是人类第一次获得一手数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和俄罗斯的专家纷纷对这次中国航天探索的成就表示了赞扬 专家们也希望嫦娥四号对于月球的考察能够更好的 对研究月球和太阳系历史做出贡献 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廷 祝和中国四号团队实现在月球背面的成功着陆 指这是人类的第一次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也第一时间祝贺嫦娥四号成功落月 俄罗斯有航天研究院的专家表示 嫦娥四号成功落月是中国的重大航天探索成就 确保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的技术非常复杂 此前没有其他国家的探测器能够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他指出嫦娥四号此次探月的另外两个重要步骤是让月球车史上月面 以及确保嫦娥四号月球车与中继卫星和地面实现通信联络 顺利完成这两大步骤将再次验证中国航天探索技术的成熟性 及其解决重大太空开发问题的能力 国际研究人员希望了解嫦娥四号传回的探测数据 也有俄罗斯科学院航天研究所的专家指 研究员希望通过嫦娥四号考察月球背面的地质状况 探究能否在月球背面的土壤中找到水冰或液探测 由于月球没有大气月面积累了多种易挥发物质 而地球上没有这类物质 国际研究人员希望嫦娥四号用特殊采样手段获取这类物质 如果成功将是中方的巨大成就 更好的研究月球和太阳系历史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经过了38万公里20多天的缓跃飞行 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的背面 新话题节目章请到食品论员更新先生做第一部的分析和点评 更新对于嫦娥四号所创造的历史如何评判它的意义所在 这次嫦娥四号它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人类第一次在月亮的背面 月背进行了这样一个软着录成功 而且非常成功的进行探测 进行整个的观测 进行了一系列的我们的这种实验和活动 这个非常有价值 其实我们整个的探院 比如说咱们还都记得从长三到长四 而且中间还穿插有一个为了长四在月背的着陆 还有雀桥的这样一个卫星 中级卫星的这么一个设计等等 这个设置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整个的中国的探阅工程 探阅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这个里边除了我们整个的和平人类 我们中国人这样一个可上九天揽月的这样一个 我们的这样一个进取和追求之外 比较具体的它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宏大的这样一个构思 而且它是我们非常具体的现实生活 和未来生活利益的一个体现 是这么一个追求 比如说我们对探月 这里边有三个层次 一个是月亮本身的这么一个观测探测和研究 比如说这个月表层 这个月亮的整个的这个前表层的一些结构 它的这个矿物质 比如说像氦3 大家都知道 它是热核聚变之后产生核能的话 那么这样对于我们整个人类能源今后的开发 非常具有价值 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月亮和人的关系 这次呢我们的这个长寿也带了这个微型 这个生物的这样一些动植物的一些 这个要素带到上面去 带到月亮上看看在上面的这样的整个的生活的情况 那么这样呢就使得我们人类今后和月亮怎么发生联系 比如上面水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 另外上面有没有生物的这样一些要素等等 这个研究非常有价值 那么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把月背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没有大气层的这个干扰 而且它没有呢这个整个比如电磁场的 这个电磁的干扰也很少 所以呢它对于我们从那个角度啊 来观测整个的太阳系 观测整个太空的具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支点作用 这个和地球就不能比了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从月亮本身 月亮和人 月亮和太空的关系 几个层次上都可以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一定能够在这样一个不断的 人类的这种科研水平的提高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实现我们的目标 过去我们经常讲人定胜天 但是今天我们更应该想 人和天 天人合一 我们要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和目标 好谢谢更新先生分析和点评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修改了宇宙基本计划进度表 决定要参加美国所主导的载人登月计划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将会开发更远距离的宇宙运输技术 积累载人航天经验 着手加强太空安全保障 日本政府此前修改了宇宙基本计划进度表 决定参加美国主导的2020年代中期 修建绕月新国际空间站 以及载人登月计划 目前日本使用无人运输船 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 日本专家表示今后将开发更远距离的运输技术 并争取实现日本宇航员登月 日本也有有友人的技术 再次移动宇宙的宇宙 宇宙に関わることの一つのゴールとして 月面に人を送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ってもいいのじゃないか というような流れを考えたわけです 专家指日本宇宙政策過去着重于科学研究 但近年日本开始重视太空安全保障 修改进度表也意味着政策的转折 日本将在2023年将卫星导航系统准天顶卫星增加到7颗 今后还将创建宇宙部队监控太空动态 逐步加强太空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で宇宙というのは非常重要ですから その辺をきちっと考えてやりましょう 非常に大きな政策変更をようやくね なんていうのか 目標としては掲げてたんだけど 現実としてなりつたると 富皇威士赵瑞 上天正盛 日本東京報道 美国的新视野号探测器 昨天从距离地球大約64亿公里的太空当中 传回了小行星天涯海角的照片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所拍摄到距离地球最远的天体 当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们 在任务运行中心收到新视野号传回的图片时 大家都异常兴奋 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并拥抱在一起 而新视野号在12月31号传回的原始照片 清晰度有限 研究人员一度认为天涯海角的形状 极有可能类似于保龄球的球瓶 而当收到质量更好的照片时 原先的估计也被推翻 那照片是2018年 见到奥特曼杜利 但让我说 那球鞋子已经掉了 它是雪人 如果是什么 原来小行星天涯海角的真正形态 是一大一小两个粘在一起的球体 而科学家们为了能够进行单独辨认 也自嘲在文字方面没有什么创造性 因此干脆将它们分别取名为天涯和海角 研究人员说 这两个球体是在数亿年前 由太空中的小冰块聚集而形成 球体在此后已像人们停车时一样缓慢的速度靠近 最终粘在一起形成现在的状态 与此同时通过新视野号此次的近距离观察 天涯海角的颜色也得以确认为砖红色 目前并未发现它有卫星或者是行星环 在未来几周内通过质量更好的图片 新视野号将为人类提供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节关注到的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指习近平对台讲话 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英九呼吁蔡英文政府接受九儿共识 不然两岸关系将持续陷于僵局 韩国瑜接受本台专访 强调会一直遵照九儿共识带领高雄全力发展经济 这中车我们带来两岸的消息 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今天在北京成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核心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 见谷知经 学识明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 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 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 走向未来 习近平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希望中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 整合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 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 总结历史经验 揭示历史规律 把握历史趋势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习近平表示 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 立足中国 放眼世界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 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 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 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受到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今天表示 对于习近平的对台讲话 有六个方面的理解体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 刘洁一表示 有幸在现场聆听习近平发表的重要讲话 备受鼓舞 倍感振奋 深感实名光荣 责任重大 他从六个方面领回到 习近平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涵 第一 全面回顾对台工作 和两岸关系的重大成就 习近平从推动两岸同胞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协商谈判和政治交往 丰富发展对台大政方针 巩固国际社会一中格局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等五个主要方面 全面总结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为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进行的探索和实践 全面总结了 两岸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二 深刻昭示 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 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习近平指出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 和法理事实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 都无法改变的 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 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 时代潮流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 都无法阻挡的 刘洁一认为 要广泛团结台湾同胞 顺应历史大势 共担民族大义 把握时代机遇 共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 共享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荣光 第三 郑重提出了 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 重大政策主张 进入新时代 我们推动和平统一进程的 能力更强 条件更完备 刘洁一认为 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以抓铁有横 踏实留应的精神 积极作为 扎实工作 不断向前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第四 深刻揭示了 台湾前途命运 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 刘洁一表示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深刻揭示台湾与大陆 是休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充分体现了 习近平的民族情怀 和历史使命感 认真思考 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和每个人的责任 以及参与到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实现两岸一家亲 共援中国梦 第五 充分体现了 对台湾同胞利益扶持的 关心关怀 刘洁一认为 习近平对台湾现实情况 和社区民意的深入了解 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关怀 必将得到广大台湾同胞 热烈欢迎和忠心拥护 刘洁一表示 要贯彻习近平要求 努力帮助台湾同胞 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包括为台湾青年 来祖国大陆 追梦 祝梦 圆梦 提供大力协助 第六 史先民表达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外来干涉的严正立场 习近平指出 统一是历史大事是正道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刘洁一表示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刘洁一相信 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 争取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必将得到国际社会 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凤侯卫视最后报道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 指习近平的讲话 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以及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有指导意义 人民日报发表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 重大宣誓为题的社论指出 习近平的讲话 深刻昭示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大事 强调民族复兴 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 大义所在 民心所向 社论说 习近平的讲话 全面阐述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是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 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的讲话 尖辟论述了解决台湾问题 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辩证关系 深刻揭示了台湾同胞福祉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福祉 细于民族复兴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社论指出习近平的讲话 宣示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外来干涉的严正立场 重申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为台独势力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形成强大震慑 丰宏文士综合报道 针对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回应 蔡英文政府如果坚持不接受 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不可能好转 而高雄市长韩国瑜 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先后表态 会持续坚持理念 推动两岸城市交流 习近平二号 针对两岸关系 发表重要讲话 在台湾 前领导人马英九 接受电台专访时坦言 他担心蔡政府的态度 只会让两岸距离越来越远 他这样的谈话 说绝不接受九二共识 从来没接受 我觉得对未来一年多的 国内政局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发展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两岸关系是不可能好转 两岸陷入僵局当中 对啊就是僵局 而且我觉得这种冲突性会越来越高 这个对台湾一点好处都没有 马英九隔空喊话 呼吁蔡政府不要一意孤行 以意识形态影响台湾发展 九二共识不是中共压迫我们的东西 是两方尤其是在李总统当政的时候 台湾跟大陆谈出来的一个结果 对台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要这样的坚持 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呼应 会在九二共识原则下继续推动两岸交流 我对我们来讲如何让高雄市的市民经济 经济能够过得更好发展得更好 是我非常迫切要去追求的 为什么国民党一直坚持九二共识 这是缓和两岸以及发展两岸交流 非常重要一个定海神针 抛弃了这个会让两岸进入一个不可测制的一个变数 我还是坚持两岸关系是五个互相 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 还有一个互相谅结大概就是这样 我主张是这样的 有僵局所以才要交流 因为总是有交流就会带来善意 有善意比较容易去突破僵局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立场和韩国瑜相似 希望透过城市交流拉近两岸距离 也期盼蔡政府多点善意 以改善目前的两岸僵局 凤凰卫视卢冠飞洪志文台北报道 韩国瑜还特别接受了本台的独家专访 他表示他的两岸论述一直都是遵照九二共识这条轴线 韩国瑜一直强调要让高雄权力拼经济 要突破传统框架 积极开发高雄未来的经济活路 并务实推动与大陆各省市的合作 他表示一直遵照九二共识 对自己的两岸政策有信心 因为我现在是国民党的主委 然后我在高雄市打选战 所以我们一直遵照九二共识 这样子一个走线 目前我在投票前七天就跑出来 投票前五天我就跑出来 好多我的支持者捏一把冷汗 我根本完全不害怕 完了完了完了 讲那个票跑掉了 我们本来支持了前绿军的票跑了 中间选民也可能跑了 我说不会跑的 我很有信心 因为人民要过好日子的需求 大于那个需求 韩国瑜表示 高雄同大陆的合作会循序渐进 先由南方开始 中国大陆南方包括香港 包括澳门 包括深圳 广州 这一带叫做粤港澳大湾区 也在做一个城市群的发展 对于高雄来说也是一个湾区 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合作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步一步的 所以高雄是跟大陆南方的城市 不找北方 除了地理环境之外 还有一个是纯经济考量 这个透过这个交流之后 或出去了 人也进来了 市民朋友觉得 我的生活真的改善了 而且我感觉到高雄活力来了 他就可能可以同意 再往下面走一步 更大的交流 高雄要拼经济 需要转型发展 韩国瑜强调 最重要的是民众要有思想准备 要构思转化为经济动能 高雄其实本身 要改变环境 要经济发展 要吸引外资 它其实是需要转型的 产业升级 这是在广东一带 过去两三年在做的事情 现在做的基本有成效 你觉得高雄要多久的时间 这个很难说 我觉得比那个 还更重要一个位阶 就是思想的转变 就是高雄市民觉得 我现在全部要转化为经济动物了 我再也不跟你搞那有的没的 这个比产业升级还重要 当280万民众都感受到 我要开始迈大步 开大门走大路 从经济 教育我下一代的孩子的时候 那个力量是最大的 韩国瑜又呼吁全球各地华人 多多关心高雄 因为高雄将会有很多商机 高雄其实有很多优点 然后过去很多资源没有被开发 我们希望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 多多关心高雄 第二个就是 未来高雄会有无限的商机 因为它现在机器很低 它很快就会冲起来 更多内容 敬请关注稍后播出的 问答神州节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国新办在今天召开 今年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邀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张军 介绍最高解内设机构改革的 相关情况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内设机构改革 在去年底全部完成 将原先部门整合优化 重新组建为 第一到第十检察厅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 重新组建专业化刑事办机构 根据普通犯罪 重大犯罪 职务犯罪 新刑犯罪 这四个类型 组建了四个刑事办案机构 构成了第一到第四检察厅 同时实行 补速一体的办案机制 也就是由同一刑事办案组 负责同一案件的审查逮捕 审查起诉等工作 原来的民事行政检察厅则被一分为三分别设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等检察机构构 构成第六到第八检察厅更好回应和处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我们现在积压的案件有几年前的有十几年前的不能够适应需求了 因此我们也分社 根本的考虑就是办案的需求 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 这个落实民主法治 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调整 另外随着职务犯罪的侦查预防职能转立至国家监察委 最高检的相关职能被合并 而过去侧重于反弹这一部分的力量和编制 经过调整之后将会更加关注到民事行政 以及公益诉讼等检察工作 也有利于解决过去刑事民事发展不平衡 重刑清明的问题 凤凰卫视尼晓文后友韵北京报道 下面关注到的是 埃及成为了非盟主席国 中方愿与埃及加强双边和多边协调 外交部回应美方表示 中美双方都高度重视两军关系 港府今年开放超过650个新数据集 给公众免费使用 自动车 这一站国际专列 正在非洲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3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与埃塞俄比亚的外长举行了会谈 就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的协调与沟通 达成重要共识 王毅与沃尔基内在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这次访问非洲是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办后 中国外长首次出访非洲 王毅表示这次访问非洲的主要目的 就是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真实亲程理念和正确毅力观 与非洲国家沟通对接 共同做好北京峰会成果的落实工作 推动双边关系和中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王毅表示 埃塞俄比亚是这次访问的首站 中安两国要共同抓住北京峰会的成果 实现两国互利共赢 我们一直认为 应该抓住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和共建一带一路两大机遇 重点加强在基础设施 工业园区 能源 农业 人力资源开发等于的合作 助力埃塞俄比亚 提高自主化的能力 实现两国的互利双赢 王毅又表示 对于最近国际上有人不断炒作非洲的债务问题 甚至企图把责任推到中国头上 中方认为这既不符合事实 也不会得到非洲各国的认同 就整体而言 非洲的债务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一个历史一流问题 并不是今天才出现 更不是由中方所造成 究竟谁才是非洲债务的始作勇者 非洲人民最清楚 某些国家自己也心智肚明 试图抹黑中国的说法 非洲人民首先是不同意的 我们看到不少非洲朋友已经站出来以駁斥 中非的合作也不会因此受到干扰和影响 王毅又强调中国对非洲的投融资合作在具体的运作中 坚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 严格按照各国法律和市场规则 从不允许也从不姑息任何暗箱操作和腐败的行为 王毅又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 各方齐心协力 优势互补 共同帮助非洲 共同造福非洲 访问是朱赫 汤建强 亚迪斯 亚非巴报道 埃及驻华大使马克杜布日前接受访问时表示 埃及会担任2019年的非盟轮值主席国 中埃两国可以在埃及担任非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加强合作 并且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作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 中方愿意与埃方加强双边和多边沟通协调 非盟是非洲联合自强的旗帜 中国一般高度重视同非盟的关系 我们也支持非盟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积极发挥作用 那么正如你刚才所说 埃及已经担任今年的非盟轮值主席国 就中方而言 我们愿意同埃方加强双边和多边的沟通协调 来共同的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多年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 就是中国外长每年首次出访 必定是前往非洲 那么本周呢 王一国委员兼外长正在非洲访问 期间呢 他也会访问非盟总部 并且会见非盟委员会主席法机 我们期待着通过此访 我们能够同非盟方面 就落实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果 和中国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加强战略对接 来共同的促进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来共同的提升发展国家的整体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 收到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亲笔信 韩国政府认为 亲笔信显示出 美朝双方都有意愿推动举行第二次的峰会 而韩方会积极协助 清华台发言人近一千三日表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笔信 在左向半岛完全无核化 以及恒久和平上 会半年积极嘴色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如归德也表示 美朝双方都明确拥有 推进第二次美朝峰会的意愿 卢贵德还表示 韩国政府期待通过紧早举行 美朝后续协商全面进行半岛无核化 去年五月朝鲜老动党副委员长金银哲反问白宫时转送了金正恩的亲笔信 之后每次面临中大关头的时候金正恩都会发送亲笔信 虽然美朝之间存在不信任 但金正恩的亲笔信是与特朗普连接的重要渠道 各界高度关注金正恩今年的外交策略 另外朝鲜驻意大利大使馆临时代办曹成吉去年11月初前逃后向意大利政府申请避难 意大利当局向他和他的家属提供保护 而曹成吉正考虑逃亡到第三国 卢贵德以无可奉告回应此事 一般而言韩国政府说无可奉告时都会被视为默认事件属实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子女交易问题会是这次逃亡的重要理由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新冠上任 在国防部首次主持主管会议时 他强调中国的重要性将中国视为重要的优先事项 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忆称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两军保持良好正常交往 美方也希望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报道称原引匿名美国官员消息指 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只是告诉代表团 要把重点放在国防战略上并继续努力 也为具体说明沙纳汉对于中国的看法 陆康就表示中美两军近期保持着正常友好的交往 中方从美方得到的明确消息是 美方也高度重视美中两军关系 美方同中方一样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 而且呢是希望能够努力使两军关系成为我们两国关系中间的一个稳定器 美方明确提出希望发展建设性的两军关系 这个是美方的目标 他也说报道所称是否为沙纳汉先生原话 所表达态度是否为美方官方权威表述 都需要美方澄清 陆康强调中方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方我们向来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我们也重视发展同包括美国在内 其他国家防务力量之间的两军的合作 我们认为这是有利于促进彼此的互信 增进两国的关系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 而且从大的方面来讲 两个大国特别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 如果我们寻求相互之间寻求的是伙伴 那么我们很可能得到的就是伙伴 如果我们寻求的是对手 那么肯定是获得的就是对手 方黄文士陈其王磊北京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在去年敲定开放政府数据的新政策 免费供公众浏览下载和使用 作为商业和非商业的用途 而香港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今天公布 超过80个特区政府的政策局和部门 已经在去年年底之前 发布了首份年度开放数据计划 香港特区警察长官林郑月娥 在首份市政报告中 为推动创科列出八大方向 其中一项就是开放政府数据 目的是为科研及创新 以及发展智慧城市提供原材料 其后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 去年9月敲定开放政府数据的新政策 香港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3号公布 超过80个香港特区政府政策局和部门 已经在去年年底前 发布首份年度开放数据计划 并于今年在资料理线通网站 开放超过650个新的数据集 以做商业和非商业用途 除非是涉及有个人私隐 等合理原因 清策局和部门 是需要致力 在我们这个资料一线通的网站 开放他们的数据 给公众免费使用 新的开放数据涵盖了多个不同范畴 包括与经济名声事项有关的数据 气象地理空间数据 以及可提升城市管理的数据等 而到今年年底资料一线通网站上的数据集数目 预料将会从现实的大约3300个增加到近4000个 增加大约两成 四名香港人在菲律宾卷入了藏毒案 被菲律宾的法庭判处终身监禁 但四个人都坚称是冤枉的裁决不公 香港政府方面特首林郑月娥 已经致函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对于案件表示关注 对林郑月娥关注案件四名港人的家人都表现出了欣慰 协助四名港人的立法会议员 希望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继续密切的关注案件进展 为四人争取公平的审讯还他们清白 案发时间是2016年7月 四名港人在菲律宾被控在一艘渔船上制造毒品并藏毒 经过两年的审讯被当地法院裁定藏毒罪名成立 判决禁并且罚款500万批索 而四人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已经委托代表律师正式入禀法院要求复合裁决 下面会关注到的是美国苹果公司发布引颈 也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忧虑 外汇市场出现闪崩 统计显示去年中国内地的土地市场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四川拱线发生了李氏5.3级的地震 774人受灾 一人轻伤 中时我们带来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起看看两岸三地今天股市的收盘情况 首先是内地的护升股市延续震荡整理的格局 军工和券商股一度带领大盘冲高 但是上工能量不足 护指收盘下跌0.04% 升成指下跌0.84% 香港股市低开走低 市场也担忧经济前景压制了大盘 同时憧憬中央继续出台政策支撑经济 令跌幅收窄 恒人指数收盘下跌0.26% 至于台湾的股市是延续走低 苹果公司下调了首个财记的预测 也影响了相关概念股权限击措 交据指数收盘下跌0.65% 美国苹果公司在周三做出了非常罕见的行动 被金融市场视为投下了震撼弹 股市大幅度的震荡之余 外汇市场也出现了闪崩 美元对于日元的汇价急跌 澳元跌至了近十年的新低 人民币也走势震荡 提出了超过一周的最低位 美国苹果公司做出含有的行动 发布引进 也是推出iPhone以来的近12年来的首次 令金融市场更加担心贸易纠纷 对企业获利和经济前景的冲击 外汇市场周四因而出现闪崩 美元对日元由亚洲时段早盘的超过108日元 急速下滑到曾经失守105日元水平 到10个月最低位 虽然到欧洲时段已经大幅缩减跌幅 但预计全天的跌幅仍然会是过去20个月最大 商品货币澳元同样受到冲击 一度大跌近半程 初期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 但之后传定 人民币也受到国际汇市震荡的影响 中间价下跌149个基点 是近一周最低位 但接近市场预测的6.8639 急机会价开低走低 午后曾经失守6.88水平 收盘定盘价下跌203个基点到6.8721 是超过一周最低位 香港的离岸人民币银行间拆放利率普遍下行 但隔夜利率进一步上升至两个月新高 离岸会价继续表现落后 曾经失守6.89水平 去年中国的土地出让金创出了新高 不过前高后低的情况不容忽视 同是楼市的含义非常明显 成都一个楼盘 因为没有人报名登记买房而取消要号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 去年中国内地的土地市场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但50大城市的土地出让金 依旧刷新最高纪录 达到超过3.7万亿元人民币 11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超过1000亿元大关 其中杭州的土地出让金连续第二年超过2000亿元 并且刷新记录 研究分析土地出让与人口的增长有直接关联 例如杭州过去三年的人口增长逐步加快 2017年末以上升至接近947万人 杭州在2019年首个交易日拍卖两幅土地 也继续有良好成绩 两幅土地分别以11%和20%的溢价率售出 竞价激烈 有业内人士指出 竞拍激烈将有助提振陷入悲观的市场信心 有助稳定预期 不过溢价率已经较去年明显回落 楼市的含义也不能忽视 成都一个楼盘近日加推房600多套房源 但由于需求为零 没有任何棚改住户 刚需家庭或普通家庭报名登记购房 因此原定周三举行的摇号中止 另外青岛市也宣布 今年开始暂停执行高新区商品房公正摇号 受防规则 反映楼市冷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四川宜宾市的拱线 在今天上午发生了 里市5.3级地震 震源深度15公里 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点半 受灾人口达到774人 一人受轻伤 超过600间房屋受损 镇区的交通通讯 目前基本正常 四川省地震局也启动了地震应急预案 实施三级响应 以兵拱线发生地震的一刻 多地震感强烈 相距不远的高线 在地震时 学生迅速跑出教室 疏散到地面的空旷地方暂闭 地震发生在早上8点48分 镇中位于拱县 底洞镇附近 除了宜宾乐山等地震感明显 重庆和云南也有震感 当局指 底洞镇 玉河湘 上罗镇也有房屋垮塌 双河湘有房屋缩瓦裂纹现象 上摩镇政府办公楼有裂纹 底洞镇出现10立方米的土石方滑落 当局出动救援人员到拱县多个村落 进行逐村逐户的排查 四川省地震局已经启动地震应急预案 实施三级响应 并会同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组成联合工作组 前往镇区 协同当地政府救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交给气象主播王毅 哈喽晚上好 欢迎来到凤凰飞象站 这个月4号到6号 如果您要准备去马来半岛旅游的话 最好是调整一下行程 因为这几天台风帕布会给这一带带来猛烈的风雨天气 像明天的马来半岛的中北部就将会落下大道暴雨 甚至还会有大暴雨 这其中就包括旅游圣地泰国的苏美岛 虽然说眼下台风帕布并不会登陆我国 但是也会间接给南方带去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而且这雨雪时不时的还会往北方蔓延 比方说像是明天的南方大部就将会被小雨覆盖 而和南方相邻的黄华一带则会飘落小雪或者是雨家雪 到了后天就连华北这些地方也会加入到降雪的阵营 但这其中并不包括北京 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国家绝大部分地方都已经飘落雪花了 可是大城市当中就只有北京和重庆 至今还没有见到雪花的身影 身在北京我真的是非常羡慕那些可以看到雪的地方 尤其是东北的哈尔滨 不仅能够看雪 而且他们玩雪的花样还非常多 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明天吧 明天的哈尔滨就会有小雪落下 最高气温是零下10度 好 能更多天气情况 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吧 北京晴天零下7到2摄氏度 哈尔滨小雪零下21到零下10度 长春多元零下13到零下7度 沈阳晴零下15到零下3度 天津晴零下4到3度 霍浩特晴天零下17到零下5度 兰州多元零下9到零下9度 重庆阳晴零下6到11度 重庆阴零6到11度 昆明晴天零下6到16度 昆明晴天零下16度 太原阴零下13到2度 石家庄阴天零下6到2度 济南英零下4到5度 郑州多元零下4到4度 郑州多元零下4到4度 河飞小雨0到6度 南京小雨3到7度 上海小雨7到10度 武汉小雨1到8度 长河飞小雨1到4度 南昌中雨2到7度 杭州中雨3到8度 福州小雨11到20度 台北阴天17到25度 南宁小雨6到14度 海口小雨13到22度 广州阴天12到17度 香港小雨14到20度 澳门阴天14到21度 1月5号我们就要迎来小寒节气了 那在东北的哈尔滨 这一天还会迎来国际冰雪节 哈尔滨国际冰雪节 和日本渣黄雪节 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 还有挪威奥斯路滑雪节 并称为世界四大冰雪节 那哈尔滨的冰雪节之所以会著名呢 一是因为它持续时间超长 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且活动还非常丰富 又有特色 像2019年 在哈尔滨的松花江畔 就将会出现 2019个雪人 这也算是 今年冰雪节的一大特色了吧 好 多多点时间 一起来关注一下 国外城市预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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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